2014年发生了许多影响人类社会的大事件 有令人闻之色变的伊布拉疫情 全球视为毒瘤的伊斯兰国 还有台湾食品的安全风波 都让全球面对严峻挑战 今天的回顾2014 让记者李志辉带我们回首 这一年发生过的大灾祸 大家好 我是志辉 2014年踏入2月份 西非国家就传来大规模的伊波拉疫情 除了西非国家伊波拉病毒还漂洋过海 蔓延到美国和西班牙等地 世卫组织更设一度宣布伊波拉疫情失控 伊波拉最初在几内亚爆发 随后迅速蔓延到塞兰利航和利比里亚等周边国家 不但如此 疫情还逐步扩散到亚洲 欧洲 美洲等地 如今伊波拉确准病例高达19,340起 当中7518人死亡 可越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今年发动了多次连环爆炸袭击 夺取部分重症 高调招揽心血 为了剿灭伊斯兰国组织 美国联合多个盟国发动空袭行动 而伊斯兰国则以掌手方式杀害了多国人质 包括美国 英国 叙利亚和沃德族人已是报复 伊斯兰国的魔爪不断伤炎 全球多个地方都存在恐怖威胁隐忧 12月15号 澳洲人经历了惊魂16个小时 伊朗籍枪手莫尼斯在悉尼市中心咖啡馆携持17名人质 期间他在咖啡馆窗口展示了一面黑色的伊斯兰国旗帜 对峙16个小时后 几番对咖啡馆发动强攻 当船击毙了莫尼斯 有两名人质在国斗中不幸灵弹 武装分子闯进巴基斯坦校园 见人就开枪 船连累月的疑疤冲突 今年6月再次点燃战火 出发着一波转换的是三名以色列青少年无故失踪 两个星期后 他们的尸体在约旦河西岸被巡迫 激起了以色列人的报复心 将一名巴勒斯坦青年活活烧死 此后 火箭炮和空袭行动不断 在一番协商号 双方8月26号同意永主停火 全球杯歌唱不还 除了恐怖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皇 韩国四月号沉船事故 还有美国的白人与黑人 种族对立更是让人揪心 4月15号晚上8点 载了476人的韩国四月号客轮 离开仁川港今晚几周到 不料在途中惩祸 事发后 船长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疏散 造成304人死亡和失踪 只有172人获救 韩国总统 朴槿惠 若勒道歉 为失业号船案复起最终责任 船长李俊熙因为重大疏忽 被判刑36年 美国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对立再度恶化 密苏里州 黑人青年 布朗 黑人小贩 加纳 在白人警察的手下结束了生命 随后在全美国170多座城市掀起了抗疫浪潮 轰动全球 这几年来 台湾的食安危机从速化解三具情案到现在的地沟油 几乎一年一丑门 令台湾形象数据美食商业更是幻变 知名猪油品牌强贯公司被揭发 因为贪图数百万元差价 向地下工厂买进地勾油 两岸设定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和台湾 上到知名企业 下到小吃摊都受影响 而发生在高雄市的地下煤气管道爆炸事故 同样令人难怪 天灾人祸此起彼多 希望来年过得更加品顺 明天我们将和你一起回顾国际政局动乱大事